近日,中国和欧洲国家逐渐转向使用人民币的报道,引起了全球媒体和政府的关注 近日,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文章称 放弃美元和欧元,转而使用人民币,不会影响贸易 这一观点引起了各方的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元一直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货币 欧元作为一种较新的货币,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交易货币之一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作为新兴货币逐渐在国际上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使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采取了推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签署人民币互换协议 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人民币的使用和影响,然而 放弃美元和欧元换取人民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元和欧元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很大 而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相对较小 此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比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完成这一转变需要时间和精力 一些人认为转向人民币不会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国会议员Tidio后指出,在某些情况下 远离美元或欧元甚至会使贸易更容易 他认为,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提高贸易效率和可持续性 这种观点受到了批评 有经济学家指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的国际化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一些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 不管怎样,放弃美元和欧元转向人民币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这一趋势可能对全球金融和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也将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加强监管体系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 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推动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结算 投资和储备多元化 总之,抛弃美元和欧元转向人民币已成为必然趋势 但其具体影响和意义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 需要审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探索新机遇 实现经济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 关注我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